大家好 三角梅生长肯定就少不了施肥 那么三角梅施肥的一些原则你们具体了解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角梅的一些施肥原则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牙前花后运累期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就要给它多施肥补足肥 因为牙前的话呢我们给它施肥是为了促进它长出更多的这个新枝新芽新叶来 可以为它开花做准备 那么在运累期就要给它补足凝甲肥促进它花芽分化和开花 那么花后呢因为植物消耗营养过多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它补足肥来负壮 所以呢这三个时期我们就要给它补足肥 那么第二个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开花期间呢就建议大家少施肥 因为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盆土呢它干的特别的慢 这个根系的吸收能力减弱 那么这个时候施肥呢很容易导致肥害 开花的时候如果施肥的话呢 植株很容易进入这个营养生长导致你的这个花朵提前凋谢 所以在下雨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少施或者不施 那么在土长的时候或是新栽种的这个三角煤 或者是休眠期的三角煤就建议大家不要施肥 因为如果三角煤土长人家给它施肥就会导致它继续土长 那么如果你在它休眠期施肥 它根本就是吸收不了也会导致肥害 如果是新栽的这个三角煤的话呢 它的根系受伤吸收能力也是减弱了也容易造成肥害 所以呢我们在这三个时期的就不要施肥 那么我们施肥的时候呢把握好这三个原则 那么三角煤施肥就非常简单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